TNH這次的系列很有意思 有一點看不懂效果,但是其實很好理解 我們就藉由這張卡來看 這個傳源總共八種,分別就是那些加乘效果 傳源體質444,戰吼會將側邊的一起召喚 這裡的側邊是指手上 而且從實戰來看,他側邊不止一個,而是一連串都可以 所以四十費老實說不會太貴 怎麼拿到多張在手上,以及怎麼讓他們牽手黏在一起才是最大的問題 至於這張卡,雖然穩定給你大量傳源 但你還是要花力氣自己抽 我覺得不夠強,只能給到四星 傳源本身我覺得是不弱的 其實這次的傳源系列跟以前的混合物有點類似 如果數量不夠多,強度就會很低 基本上一定要全部帶上才夠 213 的體質是能用糟糕來形容了 不過他至少能提供一個傳源,還有半個嘲諷效果 快攻內戰沒用,打控制可以消耗解牌,三星普通 對於現在前期的解場真講究 一費打二拿一個傳源,也是傳源的組件卡 如果看不懂傳源的效果,可以搜尋轟於反叛艦長 我在傳說裡面介紹過了 這張值得注意的地方絕對是可以打臉 這代表他可以取代我們的一費中取 這個中取雖然能找到直商 但是後期缺資源不好觸發,而且配合也不多 這張一方面有傳源的配合,而且還不需要條件四星 兩費拿三張資源,不過用一個惡魔分割 可以從這張卡的敘述稍微看見傳源的機制 代表這個惡魔會阻止傳源互拉 他們必須牽手貼緊緊才會一起出現 本身兩費真的不能說高,三費以下的惡魔池也算錢 這些惡魔裡面最爛的大概就是狂怒者和聚合體 像是派奇、秘密惡魔等等甚至都可以說優質 所以至少目前這張並不弱 當然官方可以輕易藉由爛惡魔削弱 我目前看有四星 這個怎麼看都比把惡魔放到排隊上面更好 還這是一個怪異的生物 打亂手牌是想靠賽直接讓傳說觸發嗎?也太好笑了 手牌越多其實隨機性越高 不過就是這張讓一些大流放也有機會進入購足 跟之前的九寶類似 但你用九寶抓上來再來一個打亂 我真的是會吐血 而且新的系列傳源數量不少 都是手牽手看誰觸發而已 其實打亂的影響不大 目前也沒有流放卡組二星 也不能說意義不明 但是113的手下能做的事情真的不多 本次DH除了傳源以外 當然也要有自己的星劍 DH自己的星劍就快多了 甚至比獵人更清楚定位 這張自己沒有衝刺很難進攻 但是配合另一個星劍可以獲得衝刺和風怒 加上星劍可以給聖盾 基本可以保證攻擊到兩次做一個群體buff 不過這樣看的話 武費也只有一個咆哮 加上一個劫場 最最恐怖的地方還是現在DH一堆衝鋒 想當初咆哮也是配合自然之力才強的 而且也別忘了有一張衝刺DH的卡 它已經在我倉庫吃灰好久了 跟傳源秉起來 我認為跟海盜的適應性更好 這張四星 現在DH也太多卡需要解了吧 雖然說沒有這張的話 另一張幾乎沒用 但是24的風怒也太爛了吧 雖然說以前這張已經苦死了 但是四血真的是撞不死什麼怪 自己沒有種族之外 DH的加成法術也少 其實相比起來反而更需要另一個組件 三星吧 難保某天官方發瘋給DH優質加成 DH的抽卡我真的是已經看到膩了 非典給DK是會死嗎 如果正在組件興建直接變成-1費抽2 夢迴文物時期 各種超扯神抽降費 這張DH的組件不只D費 還有個瘋怒能快速出來進入狀態 所以這張我認為有點太扯4星 即使有這麼多抽卡 他還是很亮眼 3費LE打3以現在的標準來看就是合格 所以他附帶一個機會不打自己 如果只有一隻怪的話 甚至可以當作單方面結場 強度不錯 不過問題是他不指定遊防手下啊 這代表沒有遊防手下的時候 你需要點對面一隻 怎麼反而比其他結場更爛了 而且DH的LE比想像中還多 有2費打2次1 也有4費打2次2 控制DH玩不起來應該還是沒有資源 跟莉人類似 這張三星 這種卡到底為什麼不是牧師的 對了 你知道為什麼會看到一堆簡體字 而且官網看不到的卡牌嗎? 這些全部都是這次資料片的卡沒錯 只不過在中國被全部洩露出來 所以目前還找不到英文版 甚至繁體中文版的卡片 真正要等到卡片公布 還需要看官網所寫的時間 這個資料片真正的上市日期 依然是11月6號 如果有興趣預購的還有很長的時間 我記得現在的預購只要上市前都能買 不會像以前一樣忘記很尷尬 惡魔獵人的惡魔效果很有趣 有點類似三明治 都會放無法被打出的特殊卡牌 不過跟三明治夾越多越好 比起來這張夾越少越好 當然其實可以控制打出的時機 重點是造成的傷害還能夠打到臉 這點大加分 相比起快攻 無雙帶上的機率更高 因為如果純粹用5來當直傷 還不如帶傳說法術 這邊我給4星 AOE打5其實還不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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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